近期,中国同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 世界500强企业法国液化空气集团、达能集团、路易达夫集团早已在山东投资建厂 据统计,几乎每一个山东城市都有法国企业的身影 法国抢体投资产业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为主 随着山东新旧功能转换的推进、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房地产等产业也逐渐增多 作为高端化工领域的世界500强企业 法国液化空气自1995年进入青岛以来已设立四家企业 目前已发展成为山东省最大的医用养生产企业之一 2020年5月28日,法国达能集团全资收购卖高乳业青岛工厂后 成立了达能特殊营养品青岛有限公司 2021年正式投产,主要产品为婴幼儿配方奶粉 达能特殊营养品青岛工厂曾被外界评价为达能全球最先进的工厂之一 位列世界四大粮商之一的路易达夫集团 2017年投资6亿元成立青岛富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在2023年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中 显示路易达夫集团将投资50亿元以上建设路易达夫食品科技产业中心项目 与此同时,山东企业也不断加深与塞尔维亚、匈牙利的经贸合作 山东高速、山东省路桥集团等借一带一路发展东风 承接了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地的铁路、公路建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